宝贝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形式存在 我都爱 因为我爱的就是你 我在这边敢说 网友们听好 我是用尽全心全力的爱艾成 守护着他 王瞳喊话酸鸣 我用尽全力爱艾成 不敢挂婚纱皱 遗憾每生孩子 他这辈子的心愿就是 想要唱歌给大家听 还有娶我 那娶我他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是把他的歌声 继续地给大家听到 10月10号王瞳和教会 替爱成举办纪念EP发表会 除了身着两人的Q版图像上衣 脚穿寒韵刚好777人的鞋子 王瞳也带上爱成送他的项链 全程红着眼眶 宝贝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形式存在 我都爱 因为我爱的就是你 我们准备回去马来西亚办婚礼 说好今年我们就要找机会换车 明年看看我的身体状况 我们可以生一个孩子 这趟马来西亚之旅也可以说是你有史以来最风光的时刻 晨晨没有忧郁 晨晨真的没有忧郁 我就这样失去了她 那些什么文字 茶不思 饭不详 废情忘食 追心之痛 撕心裂肺 我跟你讲不足以形容你的痛啦 千分之一都不到啦 我的心就好像破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黑洞 是没有底的 越多苦难想要打击我 对不起 我越想要站起来 你很抱歉 你真的惹错人了 我在这边敢说 网友们听好 我是用尽全心全力的爱艾成 守护着她 我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蔡艾成唱歌有多么好听 但是那时候你们也不听啊 我就毅然决然放弃我的戏剧 我不拍戏四年 我跟晨晨一起组乐团 我重新学习keyboard 因为我就是很爱她 我想跟她常常在一起 不然其实戏剧的收入远比玩乐团稳定得多 音乐人说对不对 这也是当初为什么乐团叫北七乐团 尽量就北七耶 那接下来是不是乐团会长新的 对 目前会有这个计划 那我还是keyboard手 对 我还是会继续地站在她的身后 我怕我条件太高 因为晨晨唱歌真的很难有人可以取代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宽我自己的标准 我觉得这可能需要跟团圆讨论一下 因为不是我的标准 不是以我的标准为主 因为团圆不是我一个人的 王瞳透露自从艾成离世 就没再回到两人位在鲁州的住处 后续需要表弟帮忙打包行李 目前连新家房间都还没整理好 开箱的时候真的是 很难 后来有些东西就不太敢去碰 就先暂时让自己先休息一下 穿过牛仔裤在洗衣篮里面我也还没有洗 之前有说到跟那个爱成的婚纱照片吗 对 那个照片现在有勇气刷起来吗 还没 其实我房间都还没整理好 我觉得我人生还是有很多区块是 就是目前还没有办法解锁不能碰触的啦 我每天还是经历很多什么1010啊 或者是77啊 最近有新的 山陵 对因为我的本名是山陨嘛 然后同一天狂出现五次山陵 好像就是他说想我 我后来才发现 因为那天是我们在一起的821天 我跟澄澄在一起的时间是821 然后就在那天疯狂出现山陵这样 现在还是有梦到821天 有梦到一些以前出去玩的 就是是以前的样子 不是现在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都不算梦到吧 应该是我太想他 可能因为我吃身心科的妖狐有关系的 我在猜 可能就是他就会让我好好休息 现在的还是持续在期吗 有从一科变成半科 我希望今天晚上就可以 不吃